顯示有幾重的左派的背景 因為你其實很容易看 看後面那個體育會背後 是有些什麼人資助你已經看到 但真的不是很確實 雖然就是譬如香港時報 大家知道香港時報 其實體育版我真的不覺得它很政治 雖然其他版那些罵到七彩 在那些日日共匪那些日日罵 但體育版我自己又不是很覺有很強烈的 在這方面有對抗 球迷我又 其實根本上左派不成氣候 基本上都是中華民國 那群球員是最好幫人 控制了 不是太覺有這回事 有沒有人發現真的有 我自己就不是很察覺有這件事 因為那年代其實是很普遍的一件事來的 香港其實是特別在五十年代 我想這個現象其實是暴動之後 曾經有段時間是沒有了的 但是之前其實都幾覺是左右 報紙的立場很清晰 但是球場裏面我又不是很覺 因為始終不會太多是左的 基本上 我想問一下 你有過海隧道之前 住九龍的人去大廣場看歌 是否一件很大的事 或者你們住香港的人去發虛看歌 是否一件很大的事 可能要花十五個時間 這個其實這樣才是難得 當年當然要搭過渡海小輪 按照我所知 我可能會錯的 去大球場的人很多會是搭灣仔船 在佐倫道碼頭搭去灣仔 在灣仔走進去 因為我想這個是最快的方法來的 我都想不到第二個方法 基本上一定要這樣 花虛呢 我想你就要搭巴士 一號巴士那些會可以的 深水埗馬頭行進去都可以嗎 深水埗馬頭行進去 深水埗馬頭行進去 深水埗馬頭行進去都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就很少退花去的 因為那時候有深水埗馬頭 你可以在香港那邊 好像在威尼華街 中環 中環有的 統一馬頭 是統一馬頭有船過去深水埗 那好像我們現在去旅行 那樣的 很大陣仗的啦 去到真的 但是你其實也都從一個側面看到 那個年內 那些人對足球是幾個投入 就是現在呢 沒得談的了 現在就是 交通幾方面都沒人去看報 那時候由香港去巴虛虛 就是搭一毫子叮叮 去到中環 中環搭一毫子 渡海小鄰去到東嘴堡 跟著走下去 兩毫子一程而已 喂 來回就是四毫子而已 我那時候小朋友呢 六波飛幾錢 我嚇死了 那時候有六毫子 就是一元 連上車腳踏入場就是一元 那時候波飛要便宜 沒有現在那麼貴的 波飛很便宜 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那個年代 真的沒有什麼其他娛樂的 沒有電視 沒有可能會看到 外國的足球 其實我想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為什麼香港足球會 會低處微算低的 我覺得是 其實波飛呢 小弟有兩張五三年 那你會看到 當然啦 花飛剛才這位先生說了 可能一兩元已經 那天是娛樂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 大的那個場 其實那張波飛應該是港會所謂的 要是港會場 要是可能是南華會的場 那張波飛呢 為什麼我這麼深印象呢 就是我指導老師 楊榮安博士 因為他又很精工 那我那次買了我的書 給我師傅看 他就問了我 幾錢那張波飛 我說我買多少錢 他說不是 將波飛裡面的票價多少錢 三個半 那當時我們兩個都是呆了的 五十年代 那我們在想著 你當時三個半是一個很高消費的 那為什麼呢 那場是杯賽 還是打兩場 還是打兩場 我們叫雙鳥娛樂 兩場 那一場初級銀牌 一場高級銀牌 那另外 剛才阿丁公說 我們很少看到外國球 那其實 我們很幸運 50年代已經有外國球 大麥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大麥來香港踢 不是踢一場 是踢了好幾場 對哪些球隊呢 我見過那些波飛 對華聯 對華聯是最多的 那還有就是當時 日場的球迷 是分很多種的 那些波飛是分很多種的 現在就很簡單 普通票多少 長者或者學生 那時候還有軍人票 軍人票是便宜一點的 是打著的 寫著 army 那樣進去的 還有以前的波飛是漂亮很多的 叫做好幸運 撿到一張 反而我剛才說 足球日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三個半人錢一場波 原來是很高消費的 我有一點點印象 是個二兩個四三個半 如果我沒有記錯 個二是大中體 兩個四就是東漢台 三個半是最漂亮的位置 一九五五三 我們已經說 原來當時 看一場波 很厲害 兩個四我坐得多些 個二是看不到的 個二是大中體 怎麼看的 個二是坐大中 下部 沒錯 個二大中體 這個我不知道為何印象很深刻 我看很多大中體 沒有大中體 還有 還有 足球可否說 已經成為了一種本地的文化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說是文化 這件事永遠不會有錯 但是 現在成為一個貧藍絕種的 香港非民族文化遺產 這件事才令人感慨無端的 就是這件事 曾經是威盡一時 我想那個年代在亞洲 只是韓國可以和香港組織 其他 港澳浮制賽 是踢來多餘的 因為香港是不會輸的 截至近年 好像香港都偶爾會輸一兩場 是嗎 這次令你死 連港澳浮制賽 你都可以輸的 那你就根本不用打 我現在經常覺得 其實我們過了深圳 如果碰著一支 人家比較強的校隊 其實我們不一定贏得 不是贏定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那個問題 你連體力都沒有鬥志 又沒有踢鬼踢馬 你連鬥志都沒有 就沒有踢球 我就這樣看 我覺得現在香港足球 是衰到無論的 起碼我這樣覺得 他還看的 我真的沒有他 明天有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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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有什麼 東方對飛馬 這些值得鼓掌 對香港足球不離不棄 我真的沒有這麼耐性 我寧願三半夜的身體科目 我回答 你說如果香港可不可以 足球當作一個本土文化 我想你要很小心 本土那兩次 即始終足球不是在香港一個發言 只是一個殖民政權 直跟下來西方的體育活動 變成很小心用詞 你說本身是否本土文化 你只能夠當作大眾娛樂 其中一樣東西 早期 現在已經不是大眾娛樂 現在是小眾娛樂 另外就是 你說是否真的捧香港 我很自豪 我試過是香港作客 我都去看 作客在日本 我都去看 最經典的一場 為什麼我最經典的一場 是對日本 現在拆了 那個是 國立電技運動場 沒有瓦遮頭 下大雨 是下很大雨 我穿著兩件大褲 幸好我只是濕了西童哥 因為那件大褲是防水的 我結婚 其實今天結婚周年紀念 我無法跟老婆吃飯 但是真的 我跟太太去看一場球 結婚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跟我太太說過一句說話 在球上我說了 我跟她說 還有四十五分鐘就頂著她老婆 下很大雨 她和我一起打 我頂著她老婆 還有四十五分鐘就完場了 頂著她 小型球 小型球的確是香港的文化 小型球 小型球的確是香港的文化 小型球的確是香港的文化 就是修盾 抹花神 踢那些 那些是香港的獨有的 那些七人賽那些 比較特別的 郭影東那時候 維多利亞組織有永 有永 那些 那些真是本土文化 至於十一人那些 其實是一種外國引進的 一種的體育活動 你說大眾而來又行 你說是體育活動又行 那其實就 很難說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只不過當然 越來越窄 是另一回事 還有 謝謝太陽為先 就是 比起那些很珍貴的床 我覺得相似有趣 有兩點以上 因為我看過那些 十一台報 我記得五三年 其實那是東方原性軍 五年的南華原性軍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到那裡就沒有沾頸給他 因為他要賣廣告 所以他就不會用 South Biden Eastern 之類的 還有我覺得 我不知道 最初那兩個澳洲報紙 就很有趣 如果那個十九世紀 不是有一個十九世紀 那如果那隊是橫足球隊 是否 其實是一隊橫足球隊 不是香港上海 這些傷口出現的 而且剛才G-Long 那我發現很有趣的 就是 我數到出場 就能夠熟悉到人 那個Football 是否 Rossi-Woods 或者WabbyFootball 是South Biden 我都可以再想一下 兩件事先 第一就是 當時去當地踢球 就算東方也好 南華也好 他們很少用球會命 因為為什麼呢 不夠腳的時候 他們會問 借人 借人 那變了 他們去到那邊 如果你用一個球會 有時候賣賦率不會那麼高 所以 最常用華聯 華聯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一會兒會還的 歐自然寫的那本 五十年代香港足球 他其實講了當時怎樣借人 甚至看黃文偉那本書 他都有講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是 十九世紀末的那張報紙 好老實說一句 我們看華僑市 我不能夠界定那段報紙 他說的話 他的真偽 為什麼呢 你想想 六尺二三 二百磅 這些是 我們經常看華僑市 百種人 那個形象 對我們的形象 去描繪 但我不能夠界定 究竟當時威海偉 或者我們這一邊 香港其實十九世紀 已經有足球 有沒有華人踢 我不能夠 我不擔保他沒有 比如黃忍 或者 姓 姓 那時候已經有球 那些都會踢 那這個就是那個形容詞 至於你說去到智朗那個 第一 華人是不會打rugby的 為什麼呢 身形不行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不要想著那隊是職業球隊 那班可能是廚房佬來的 那班可能是廚房佬來的 為什麼會十五個人 好老闆 後備都擺出來的 你如果看到最尾 後面寫著是Follower 連跟隊哥都寫出來的 但是那段你數人 你有一件事是親自精 你數人 但是我數的時候 我數到一件事是看不到的 沒有人打龍門的 就是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那好了 又走回來說 十九世紀初 在這樣的地區報紙 寫關於華人足球 你不是現在的體育版 是一些很割舍的花水新聞 那班人究竟存不存在 好像是阿萊 你去唐人家叫一聲阿萊 四五個走出來 華僑市我們做就有這個問題 但我不能排除那張報紙說的東西是假 但我只能夠說 當時華人和華人之間 他除了透過我們心目中的排狗 麻雀 阿萊 去亂移之外 原來體育活動都是其中一個亂移 那這個就是我想印證到這件事出來的 我有一個謀明法 就是 五十六十年代 那些球星真的很好球 但是那些人呢 只是在那些球地 那補宮 修盾那裡出來 那一到七十年代 就出了很多足球學校 那為什麼那些足球那麼正統 分裂得那麼好 那些球式不存好 球式不存好 球式不存好 我真是 我明白 其實我經常都說 香港足球 為什麼會近今 可以說自 我偶像胡國雄退役之後差了呢 是世界杯影響了我們 為什麼呢 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他們的生活水平不高的時候 他唯一可以有個娛樂 就是不需要錢的娛樂 就 我都說 我也踢過了 汽水蓋我也踢過了 就是 你就在一個小場上去盤樓 學那個基本功 到了大家如果有看世界杯 七四七八那兩屆出現了什麼呢 戰術 德國隊那種戰術 荷蘭那種十上十落 當你一看戰術的時候 球員就發覺人人 就算你有技術也好 你要配合個戰術 香港球員很簡單 當時我們請的外盤 都是英國請回來 或蘇格蘭請回來 戰術就是 兩翼快放 底線斬中 喂 不用扭了 一交給居里 交給萬盧 就逢一聲 就已經到尾 還追不到了 斬過來中間 這樣就搞定了 如果你還球員斬過去 精工後面一見麥哥里 後來還有一個麥威廉 那些真是六尺幾七尺 哪一尺呢 好了 當那個戰術成為主流的時候 球員練基本功 那個時間就少了 還要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我住花虛 但我見盡不少這些東西嗎 神早操幾顆科 下午操幾顆科 如果你看回外國球員 他們操練完了 香港做不到 香港真的做不到 他們會在球會裏面 餐廳有營養師去 確定他吃什麽 而我們餐廳的營養師是什麽呢 是回到球場附近的茶餐廳 我碰過 練球 練球 你馬上看球星 他們的餐單很簡單 焗豬把飯 焗完豬把飯 以前還沒有 禁煙區之前 臭糧費 就是這個問題 那生負相成 這個令到我們為什麽 那個年代的球員 不是說 那個生活有規律 只不過就是 他們是踢死人球大 他們的基本功已經很紮實 香港的球員就是 基本功不紮實 希望現在就是 接下來新一脫 開始紮實 如果你看回 潔智 早幾年 他們開始印入西班牙式足球 那你會看到不同的梯隊 開始是年紀本功 就是那些 U14 U16 年紀本功 現在出隊踢 比起同年紀的 附近地區 譬如 不知道去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我們是有得組 有得組 但是一去到 他們去到十八二十的時候 就開始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 讀書 那一讀書 就很簡單了 我常常都說 學制改了 但有一件事沒有改 一試定生死 就回到我媽媽 經常跟我講 我兒子 不要踢球了 踢球很早吃 給心機讀書 那我就 終於就叫做 給心機讀書 但是我今晚都要打給我媽媽 繼以前是英國帶球隊 帶校隊出去看 幫我今天講球 還有我今天上下體育版 我已經完成了我你的心願了 好 那最後一條問題 阿丁 我想回憶一下你 為什麼香港足球衰落 比如我 感覺 我就是升足球 有這個 八十年代開頭 竹總會長 霍英東 之後到霍振平 只有兩個人 主席來來去去 只有七八個 而女子足球 永遠就是陳妖琼會長 陳妖琼會長 那你已經看到了 上面 那個架構是這樣 而我亦都曾經去過 韓文堂那個 香港足球總會 進去看到他們做事 你以為進到時光隧道 就是十年前 還會請到一個位 是展報紙的 去收集那些體育新聞 那時候都有電腦 而下面的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有一年 竹總說搞改革 球員註冊 要pass 跑好像三千米 月邊幾多分鐘 當時報紙就訪問 兩個足球先生 李健和 歐慧倫 他們說我們是來踢球的 我們不是來做跑狗 你已經看到根本 連這些是start的人 都不尊重自己的那份職業 然後歸根究底 搞到今天 港職團 都沒有自己的爭草球場 操什麼才可以的 你大坑東 我以前小時候都去踢過 我們都屈了 那些這樣的地 你現在什麼 九龍灣那些 比大坑東還衰 你根本這些 沒有變過的 由我八十年代 認識香港的足球 到現在 就是每方月下 你看看 那怎麼會有 十年之後 更加會差 我三十年前的時候 就想香港足球 衰落原因 當然茅頭 是直指一個 香港足球總會 那時候我還天真到 竟然將香港足球總會 跟我們的賽馬會比較 現在才發現 根本真的有多餘的 這樣的比法 但是你就會看到 兩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就是你看到 賽馬運動 搞得多麼豐盛 和他們多麼上軌道 怎樣現代化 但是我們的香港足球總會 正如你所講 就是 我估計你現在去到 他的辦公室的感覺 其實跟你 進到香港大酒店 那個辦公室是差不多的 就是 早前這麼巧 去年 進入了這個世界 但是恐怖 是看到很多職員 坐在那裡 沒錯 你發現進去的感覺 直到去了六十年代 因為裡面所有的家具 什麼層次 全部六十年代 所以我想 我的足球總會 就是正正如此 就是根本上 是不知進取 那 就是 裡面全部是 表面文化 就是 永遠是聖霍的 就是 全部表面文化 現在那個姓什麼 會長沒有變的 現在會長是誰 還是霍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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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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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個叫做梁孔德 那個就是主席 那個主席 是的 你的問題就是霍振庭 其實現在我想他都已經 他從來沒有什麼做事的 感覺上 就是 他老爸都叫做出錢出力的 他就浪費了 就是 二世祖都沒有什麼做事 所以我想是 我想足球總會 本身已經 已經是 一個非常之追不上時代的一個組織 這個 香港的球場 缺乏 就已經說了幾年了 就是 說到都 免得再提了 那個年代就說 我們不教球場 就是這樣 就是 所以我想 沒有了 我自己的感覺 我們的足球已經是 積極難化的了 到了這個年代 就是 當你可以看見世界最好的足球的時候 你看回頭 嘩 那個差距實在太大 因為我根本現在 不會入球場看 只不過偶爾不喜歡 有時候看新聞 播到最後 就是看兩場 就是會播放 本地的足球入球的過程 我看見那些入球過程 好少有一個球 是真真正正有組織滲入去入球的 這球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符符符符符符的 你撞我我撞你 撞我一輪 這樣進去 那你就是看見 你都是很夢忍的 那一回事 就是沒有組織的 就是不是一個 有組織的 就是滲入 涉入去 怎樣交出來 就是你好像看巴塞那些 就是簡直是 絕對是藝術 就是那種是 那種是 就是你不懂看足球的人 看見你都覺得那種是藝術 就是那些才是球來的 那你完全沒有組織的 我們那個年代 大哥 大哥對著菲律賓 掃它 對著泰國掃它 是吧 那日本也掃它 大家知道 日本的足球 其實真是 不到你不服的 它真是 很遲才發展起來的 那年代 完全不入流 這個日本 因為唯一是南朝鮮 可以組織得下 周邊的地方 沒有人夠我們打的 那現在 周邊的地方 沒有一個 很少有的地方不夠我們 就是 贏了我們 那個差距是很大的 那個年代 對著 就是 你又發現 從六十年代 幾乎橫數 到夏洲 到後期 八九十年代 你對著西加坡 可以有贏有輸 到現在根本上 對任何一隊都輸 那個時候 對著以色列都很接近 都以色列做稍微 是嗎 但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發現 其實一直以來 都很多外隊來的 我記得 藍絲拉夫 我最記得 那一場幫我也有去看 結尾有一場 蘇斯達首龍 是不是那個叫蘇 蘇 蘇什麼 很厲害 那個 那些贏 永遠是5比0的 對著外隊一定是5比0的 那一年代香港的足球不差 但是一月是5比0 那一年代已經 那一年代已經 那一年代 瑞典 葛德堡 不知怎麽連年都葛德堡來 真是說得很離譜 時間 時間是 他們協冬 草馬 是 瑞士 是不是瑞士 草馬 莫名其妙 去到那幾代 那一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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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道士當然正 比利 比利 不是 那些後衛行馬 不擋他 沒辦法 真是 七腳 是啊 那個經典 那個球 真的比利 香港人會看到這球 真的正 沒得定 那個球 真的沒得定 好 大家 沒有那球球 怎麼回來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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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面都好像沒有 這球球 網上只有精光對南話 是嗎 網上有精光對南話 總督那場 3-4 哦 就是那場 都是精光那場 是嗎 算了 我告訴我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想 大家交流一下 難得機會 我想 今天可以來的 應該都是球迷來的 是嗎 還有一件事 完美的場球 什麼球 香港對關島 我記得以前 應該試過12球 就是試過 那一次 最厲害的 是在高雄打 為什麼呢 如果贏了我們 我就可以去東京 看香港 看這個 東亞錦標賽 為什麼呢 因為要數很多球 那我們就在地鐵上 不斷看著 這個score 然後我中一同學 審兵令 買定機票 這樣 還有 還有剛才回應 其實香港有一個很漂亮的草場 在線草灣 因為那些草 負責保養 那個叫環保署 所以就很漂亮了 其他不是環保署保養 那就算了 那 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 真的想感受 一種有外國看球的氣氛 每年球季 在港會場就有七人賽 有一天是免費的 你進去 那些足球 比甲組好看 比港超好看 雖然七人 但是你 看 西路迪青年軍 比天行元朗好 比天行元朗 還有阿士東維拉 而且你會看到 他們真的 那個球場有那種氣氛 你會感受那種氣氛 我也是看球 除了看足球 感受那種氣氛 一些大球場 給不到你的氣氛 其實那些七人賽 我記得以前的七人木盾 史丹利盃 是很好看的 就是現在說的是比較早的時期 那些人還是打習慣小型球 其實他們踢的七人賽很好看 但是到後期 那七人賽是完全不好看的 就是因為他們用 踢大足球的方法 來踢這個七人賽 那時候 其實是完全沒有了那種味道 七人賽其實最初是很能夠 好 你 我來 你 說 說